好,今天这一节课咱们在这里讲,上一节课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吉他的构造和吉他的手势作者,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还是以腹肌形式,然后再穿插一些新的知识。 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讲的吉他的琴头,这个属于他的琴头,了解吉他一定要知道吉他的琴头,琴头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他的重要就在哪了,如果你的琴头损坏了,你的整个吉他就不能再用了,你可以再或者是就是说你可以再拿浇水沾一次,他也能沾上, 但是再摔一次就不能用了,然后接着就是其他的琴头,这个地方,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吉他的琴头。 他的作用,他的作用是干什么呢?就是用来调节吉他音高的,就是来调节吉他弦的音高的啊,记得? 还有,还有接着往下看,这个属于吉他的琴径。 琴径,他的作用是什么呢?他的作用就是你的手指,左手用来支撑的地方。 平常你可以按和弦,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的,做一个支撑的,然后还有就是往后看,这个,这个大的共鸣箱,这个叫吉他的琴箱。 吉他琴箱作用是什么呢?让琴弦产生振动,把声音放大,这个就是吉他的共鸣箱的作用啊,琴箱的作用。 还有这个地方,手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整个地方叫一个琴桥。 好,然后这个叫琴扣,也可以说是琴扣啊,这个琴扣一个一个卡扣这个地方,如果你的琴弦断了,抠出来,换一根新的,这个,这个可以抽出来的,我现在不能抽出来,我抽出来这个琴弦,这根弦,抽哪个,哪根弦就不能用了,啊,一定要记住。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琴弦,琴弦,琴弦,琴弦是用,声音小吗? 我这边声音小吗? 还有就是其他的琴弦,这个琴弦,这个琴弦是用来,产音调用的,产音和言用的,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呃,相当于一个钢丝吧,但是比钢丝要细腻,还有就是一种琴弦,就是用尼龙做的,尼龙琴弦。 还有一种古典琴弦,它属于一个,就跟于,就类似于那种,胶一样的琴弦,啊,但它是,就是很软的,才是做出来的,然后我们接着讲,我们走,呃,上周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的坐姿,还有就是握姿,坐姿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这样子,这是一个,它的主要一个, 支撑的地方,你的琴弦弦放到你腿上支撑的地方,然后放到这个地方,然后,大腿上,啊,如果你站那儿的时候,它是有,你可以,有装一个,安装一个,它这个,呃,卡扣带,卡扣带就安装到这个地方, 啊,然后还有后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后边这个地方,也是连接卡扣带的,啊,两边一连,跨到身上,就可以用了,站,站姿,站姿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 然后,坐姿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啊,你们在琴弦,琴,琴头,琴头这个地方,是微微上扬的,或者是平行,但是平行,有的人习惯就,平行平行的,练着练着就,下降了,就成这样了,练成这样了,弹成这样了,看到没有,一定要这样子,微微上扬, 然后,我们又说了这个手势,对不对,手势,首先,你的大拇指,是弹哪根弦啊,大拇指,我放近一点啊,大拇指,弹的是,五,六,五,四,这三根弦啊,六,五,四,这三根弦,好,然后你的食指, 弹的是倒数第三根弦,底下这个倒数第三根弦,看清楚了啊,然后,你的中指,弹的是倒数第二根弦,看到没有,然后,你的无名指,弹的是倒数第一根弦, 最底下这个根弦的手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整体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手放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手放到共鸣箱口这个处, 知道吗,不能放后边,也不能放到前边,前边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放到这个地方,手总是这样的,还有你的手的侧面,看好我手的侧面, 我手的侧面,是不是没有贴到共鸣箱上,共鸣箱上,是不是没有贴到,然后,是不是也没有贴到琴弦上,不能贴到琴弦上,贴到琴弦上,你这个,呃,就没有声音了,弹的时候我就成这样了,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没有任何声音了, 要与琴弦,共鸣箱,有一定的距离,手腕自然放松就好了,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上节课我们讲了几个节奏练习,首先讲的是右手,没有讲左手,没有讲左手,讲的主要是一个右手, 我右手,第一个练习,是不是每个弦弹六项,对吧,没有听的同学,可以跟着我接着练啊,我相信你们有些同学啊,下去之后也没有练,甚至连琴都没有, 然后记住啊,你们要有一个琴,要每天抽出15分钟时间去练一练,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练一练就会了,这是一个肌肉记忆, 每根弦,第一个练习,听好了啊,每根弦,弹六次,一,二, 三,四,五,六,好,五弦,刚才我弹的是最初的那个弦,最上面那个弦,叫六弦,接下来我们弹五弦,五弦,弹六次,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再弹,往底下走啊,四弦, 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再往下弹,弹三弦,三弦,注意这个指头啊,不要用错,不要再用大拇指拨了,要用你的食指去挑它,一,二,三,四,五,六, 六,好,再弹,二弦,二弦用哪根指头,是不是中指,中指,同样也是往上拨的,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弹一弦,一弦用的是哪根指头啊, 无名指,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注意啊,这几个指头,顺序不要弄错了,还有就是,你的小拇指头,没有用,暂时用不上,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可以说, 这是第一个练习啊,记住这是第一个练习,第一个练习之后,我们又讲了一个第二个练习,第二个练习是什么呢,是不是,六,三,二,一,六,三,二,一,代表是什么呢,弹一向六弦,再弹一向三弦,再弹一向二弦,再弹一向一弦, 对不对,六,六,三,二,一,六,三,二,一,这一刻没有听的,可以拿根笔,拿张纸记一下,六,三,二,一,第二个练习啊,这是练习你的右手,好,跟着我一起练啊, 先弹六弦,六,三,二,一,谈三,二,一的时候,指头顺序不能搞错,记住啊,指头顺序不能搞错,六,三,二,一, 看到了,我放近一点啊,你们看清楚,六,三,二,一,看到没有 这是第二个练习,好,第二个练习做完之后,我们接着往后走啊,第三个练习,第三个练习是什么呢, 是不是六,三,二,三,六,三,二,三代表是什么,六,弹一向六弦,弹一向三弦,再弹一向二弦,再弹一向三弦,对吧,注意啊,三,二,三,这三个音不要搞错,六,三,二,三, 你的六弦用大拳,你的六弦用大拳,你的三弦用拳,二弦用中拳,然后再弹一向三弦,还是用拳拳,好,六,三,二,三, 这是第二个练习,好,我们开始讲第三个练习,第三个练习,我们当时讲的是什么呢,六,三,二,一,二,三,对吧,是这个吧, 第一次听的,拿笔记着,啊,六,三,二,一,二,三,是几个音,就直接写数字,阿拉伯数字,六,三,二,一,二,三, 好,记完之后,就跟着我练,啊,六,三,二,一,二,三,六弦用的是哪根指头呢,六,六弦用的是大拳指,对不对, 然后三弦用的是哪根指头呢,三弦是不是用的是十指,然后二弦是不是用中指,一弦是不是用无名指, 然后又回到二弦,二弦是不是用中指,三弦是不是用十指,六,三,二,一,二,三,六,三,二,一,二,三,六,三,二,一,二,三, 然后这是这几个练习,然后我们今天再接着讲两个练习,然后再给你们讲一下吉他普的认识, 这是这一课的主要这个学习的东西啊,首先,再来两个练习,第一个练习,这个,这个,这次啊,是八个音,记住八个音,它不是六个音了,什么是八个音, 听我谈一下啊,我谈的时候,我同时我嘴还说着,说的时候,你们要拿笔,拿指,记着,六,三,二,三,一,三,二,三,知道吗,这个练习,整体下来,六,三, 二,三,二,三,一,三,二,三,二,三。 这个练习啊,阿拉伯数字把这个缀度记起来,六,三,二,三,一,三,二,三。 好,记完之后,我们接着来练习啊, 六弦还是用大拇指 三弦用 十指 然后你的二弦 用那根指头 中指对不对 然后你的三弦 又弹了一次三弦 用的是哪根指头 是不是还是 十指 六三二三 对不对 然后变成了一三二三 一弦用哪根指头 五明指 对吧 一 然后 三 再弹三弦 三弦又用的哪根指头 十指 二弦 二弦又用的哪根指头 是不是 中指 然后三弦 用的又是哪根指头 是不是还是十指 整体下来 六三二三 一三二三 六三二三 一三二三 看到了吗 你们练的时候 这个练习 你一定要放慢速度 因为这个节奏难 所以你们要放慢速度去练 怎么什么速度呢 好 六三 一三三 二三 二三 就这个速度 练熟之后 你们熟能生巧 练熟之后就可以这样了 看到没有 练熟之后可以这样了 你们在练特别熟之后 再去加快速度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速度啊 你们练熟了之后 再慢慢的加速度 不要很快 不要急于求成 看到没有 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练习 然后第二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是什么呢 第二个练习 就是 有一个双重音 什么是双重音呢 这个练习的节奏是 六 三 一二 三 这个一二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们写的时候 记住 把这个一二 放到一块去 先写个六 中间空格 再写三 再空格 一二 放到一块写 然后再写空格 再写三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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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弹 注意练的时候啊 这个一二怎么弹 你的 你的 你的中指 无名指 是一个双音 这个双音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同时弹呢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同时的去弹 同时的往上勾的 注意勾的时候啊 你别这样子勾 往外勾 你看往外勾 什么叫往外勾 这样的往外抠着勾 听到没有 听到打品的声音没有 往外勾 这就是打品的声音 这就是往外勾 一定要往上勾 不能往外勾 往上 什么是往上 看到没有 不是这样 收着 是往上 没有杂音的 这个叫 双音 往上勾 不能是 往外勾 首先 弹的时候 第一个音 六 然后再弹 三 三是哪个音 是不是三弦 三弦用哪个指 是不是十指 然后 一二 一二弦 这个时候 一二弦是同时弹 同时弹 是不是两个指都 中指和无名指 同时往上跳 一二 然后再弹一次三 对不对 六 三 一二 三 六 三 一二 三 看到了吧 这个练习啊 我再强调一遍啊 这个的重点在哪 不要往外勾 这样抠它 你这样抠它 看到没有 我来抠的是错的 这个是个错误的音 然后正确的音是什么 这个是正确的音 这个是正确的音 然后我杂音 六 三 一二 三 六 三 一二 三 知道吗 这个练习也是弹六次 六三 一二三 算一次 然后六三 一二三 总共这样弹六次 我们 这个练习啊 好 接下来 我讲一些其他的知识啊 讲完这两个练习 你们下去之后 就要去进行去 自行的去练习啊 上课一分钟 下课十年功啊 台上一分钟 台上十年功 你们 就算我讲了 你们要下去去练 每天抽出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花十五分钟时间去练啊 然后其他的知识啊 开始讲其他知识 这六个练习 首先 我能开始讲这个 这个情境这个地方 有的同学 有的同学 有的同学来问了 老师这边情境不是讲过了吗 现在我讲的不是后边的部分 你支撑的部分 而是前面的这个一个个 小格的这个部分 这个格叫什么呢 这个叫品 三口 一品 三个口 一个品字 这个就是这个品 知道吗 中国字 三个口 然后这个品的作用是什么呢 也是来调整音高的 按和弦用的 现在给你们说和弦 你们听不懂 只能给你们说 它的音高 这个音高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随便 弹一下 弹到这个 我光弹它的六弦 这个叫弹空弦 听懂没有 光弹它的六弦 叫弹空弦 听好它的音高 然后 我在随便按入一个品高当中 看好 我随便按入一个品高 音 音是不是变了 这个的作用就是用来按和弦 才能调整音高的 就像小新鲜歌曲 这是用来爱音高用的啊 这就是它的品的作用啊 刚刚开始你们先不用学这个东西的 你们先把你们那个练习练好啊 今天这节课 练把那个几个练习 五个还是六个五个练习练好 然后再去 呃 去想一下我今天讲的这个品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我还有讲一个吉他谱 吉他谱呢 可能有些 同学不知道什么样子呢 啊 谢谢 我给你们找一个吉他谱 我把镜头翻转一下啊 你看好 镜头翻转一下 吉他谱是什么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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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不能看清这个解答不上啊 能看清的在底下抠个一啊 看不清 看不清就算了 看我吉他谱最左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就代表你看见这三个字 就代表他就是吉他谱听到没有啊 看见这三个字母就是吉他谱你看见别的那都不是了啊 看见别的就不是了 然后你们数一下我们数一下总根总共几根线 是不是六根线 对吧 是不是六根线 六根线最底下的这个线 对应的是吉他的六弦 我现在画最底下这个线啊 一二三四五六六根线啊 最底下这个红线啊 这大一大红线就是他的六弦 对应吉他的是六弦 然后最顶上的这个线 呃最顶上的这个线啊 最顶上的这个细线 对应的是吉他的一弦 听到没有 最顶上的这个线 对应的是吉他的一弦 然后如果是你看到这个吉他谱 在这顶上打了个小叉子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弹这个音 知道吧 你按住和弦两之后 你左手按住右手去弹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左手按着和弦 右手去弹和弦 左手大家看一下啊 左手他在这五弦上 是不是 降鼠一二第二根弦 第二根线 这个叫五弦啊 五弦上打了个叉子 是不是弹上五弦 然后这个是在三弦上 打了个叉子 是不是弹上三弦 然后这个在二弦跟一弦上 同时打了个叉子 这样并列着 是不是就是一二同时弹啊 然后又到了这个啊 三弦 对吧 总体下来就是五三一二三 五四三一二三 看到没有 他节奏就是五三一二三 四三一二三 弹手 你可以慢点 五 三 一二 三 四 三 一二 三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一个吉他 整体 然后怎么看呢 如果你们以后弹和弦的时候啊 直接先找先找谱和弦 先找和弦 这这个和弦 C和弦啊 带大写字母C 就是C和弦 对应的就是这四个音 五三一二三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节奏啊 刚才我们讲的是六三一二三 你们可以扩展向这个节奏啊 六三一二三 五三一二三 都可以 然后这四个音 算他的这个和弦啊 看起脑谱就这样看了 然后DM和弦 这个叫DM和弦啊 也就就是DM和弦 你们知道只用知道他DM和弦是什么都行了 然后他对应的是这四个音 四三一二三对不对 四三一二三这四个音 然后再往上 同样 他这AM7和弦 他是不是啊 还对应的还是这四个音 DM7 对应的是不是还是这四个音 C是不是还是这四个音 DM7还是这四个音 对不对 所以说整个吉他的节奏 就像这个这个小节的地方啊 这个这个地方啊 他对应就是你把这一小节弹完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后走 你还是照着C上面对应哪个弹哪个 吉他谱就是这样看的啊 这是弹唱吉他谱啊 弹唱吉他谱啊 弹唱吉他谱 然后再给你们找一个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个 这个 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 哎 不是刚才讲 稍等一下啊 我再给你们找一个我们讲过的节奏 对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 从这开始看啊 前边这个地方 我给你们说一下 前边这个地方是干什么呢 是用来 呃呃练呃就是一个前奏 每首歌曲不都有个前奏吗 然后再开始进入主歌的部分 这个地方看六五三二一二三 是不是啊 这个线就是五弦 对应的就是吉他五弦 这个线对应的就是吉他三弦 然后这个线对应的是吉他的二弦 这个线对应的是吉他的一弦 在哪根线上打叉子 就是在哪根 在吉他上哪根弦上弹吉他 弹弹哪根弦啊 就是各弹一下 各弹一下就可以了 就刚才是不是我们讲过节奏 我们讲的是六三二 六三二一二三 这个是五三二一二三 然后四三二一二三 看到没有 是不是啊 六五四四弦这儿 六五四 是不是啊 四三二一二三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吉他普太认识 还有注意看啊 这个名字下面成都 他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八分之六 不用管他 这就叫八六排 你们不用看这个 没有用 比如你们不了解月底知识 看这个没有用 不用看的 这个地方 COP CAPO 代表是什么意思 CAPO 冒号二 代表就是你 要用到变调价 看到这个之后就想到变调价 变是什么变 呃 哪个变呢 变法的变 变通的变 然后 调是 取调的调 夹是夹字的夹 变调夹 这个变调夹的作用 等会我接着给你们讲 他是用来干什么呢 也是用来 为歌曲定调的 你看他原调 是不是一个 呃 D调 这个时候 他选调是C调 所以说 你只用看后边不用看 也不用看前面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都不用看 只用看这 变调夹 他有没有这个字母 没有这个 就不用管他了 有 你就拿出变调夹 夹上去都好了 夹上去啊 夹上去 怎么夹的 好我接下来开始讲 这个吉他谱 现在都讲到这 怎么认识呢 看到这个字母 这三个字母 就是代表吉他谱 然后 这个地方 就代表 最底下的这个弦 就代表他的 六弦 对上面的这个弦 代表他的一弦 对应的是吉他的一弦 就看的时候 你吉他就相当于倒过来了 平放的看了啊 好 这个就是吉他的认识 还有就是 这个打叉子 在哪个弦上打叉子 就是弹哪个弦 按着和弦 抬哪个弦就可以了啊 然后还有我和弦 和弦怎么按 现在我们先不讲 等下节课 我们再讲啊 好 好我们接着回到课堂上啊 这个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品 什么叫品 品是不是用来升高的 升高音的 升高音的 对吧 是不是 升高音的 然后 然后我说一下 就代表吉他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第六品 第七品 第八品 第九品 第十品 一次往后累推就行了 这个就叫吉他品 如果看到吉他谱上标有CAPO C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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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数字几 你再加到几品 比方 比如说加五品 加到这 然后我找一下变流夹 啊 你们可以 找一下变流夹 我给你们谈一下 你们听一下 这个变流夹效果 大家先稍微等一下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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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这个琴上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现在加到三品上 三品上 如果把这个三品吃掉 我弹一个 歌曲你们可以听一下 看到没有 这是一种 如果我把变流夹加到三品上 谁爱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对不对 这又是一个调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调节音高的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调节音高的 看到没有调节音高 我再往上加 是不是音高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说变尿夹的作用就在这 它在书上 如果是 它如果是在书上写了 如果是在书上写了 CAPO 这四个字母 然后冒号 或者是等于号 等于几 等于二 等于三 这些都是 这些代表 等于三 你就加到三品 等于几 就加到几品就好了 变尿夹的作用就在这 先讲一下这个变尿夹的作用 然后我再讲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这个调音器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调音器 我的调音器很老实的 现在很多调音器是什么样的 调音器就是直接加到一个情统上 我这是一个很老实的 然后需要连有一根线 然后这是我之前买的一个调音器 一直用到现在 我感觉这种调音器挺好 你们视频上的调音器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倾向于这种调音器 然后调音器 首先就是点开这个右边这个按钮 点开了之后它会出现这样 它会出现这样 如果你随便弹一个弹一个弦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调音器的作用 或者手机上下载一个调音器的软件 也可以 这两个两种形式都可以 不想买的话下载一个调音器软件 然后我觉得手机上下载调音器软件 对着手机调音 它那个更简单 你就是看哪根弦 它会自动识别出来 跟这个地方上一样的 我看这是不是一一意代表就是一弦 一弦的一音 但是我这个有点偏了 我这个偏高了 我这个跑音了 我还没调音了 它会自动去识别的 你手机上下载一个调音器 吉他调音器直接搜索 在手机上直接搜索 应用商品店 AP上直接搜索 吉他调音器就开业了 这就是一个调音器的用处 不用买调音器 你们可以不用买调音器 直接在吉他 在手机上下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东西 首先就是补充了几个值点 吉他的谱 怎么认 怎么去看 怎么去辨别 你们都应该知道了 辨别出现三个字母 TAB 这就是吉他谱的出现 然后吉他线 最底线的那个线 你们回忆一下 你们看那个图 最底线那个线 那个线就是对应的吉他的六弦 最上面那个线 就对应吉他的一弦 你们去回忆一下那个图 然后还有就是吉他的 那个变尿匣的使用 如果吉他谱上 他写了 在开头 名字那个题目的底下写了 CPU等于几页 或CPU等冒号几页 这些 你要用变尿匣 这个东西 变尿匣 去加到吉他品上 吉他品 这个是一品 我们讲了这个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直接往后以此类推 然后吉他 吉他变尿匣 怎么用 这个长的 注意看好 这个地方长的 况且这 这不是有关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胶吗 然后需要贴到琴弦上 贴到琴弦上 长的对应的是品 这个短的 对应的是后边的这个镜 看到没有 对应的后边的一个镜 你就是这样 你们也可以这样反着嘛 你也可以这样反着 这样倒过来嘛 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倒过来加上去 这样倒来加 倒来加不是也可以 但总之这个长的 一定要对着这个吉他的 清弦 吉他的品 这就是变成家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今天讲了 又讲了两个练习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两个练习是什么呢 六三二三 六三二三 一三二三 对吧 这是第一个练习 然后第二个练习就是 六三一二三 六三一二三 对吧 是不是 六三一二三 对吧 六三一二三 这个练习 你们要注意啊 你们的这个一二弦 往上挑的 不是往外抠的 不能有这种杂音 听到吧 不能有杂音 六三一二三 就这样 你们练的时候 第一个练习啊 六三一二三 六三二三 一三二三 记不住的拿指跟笔记起来 我再重复一遍啊 拿指跟笔记起来 记起来之后 你们练的速度 一定要很慢 很慢很慢 刚开始一定要很慢 因为你们找弦 你就要去找半天 这样弹的时候 不停地找六三三三三 三三 跟哪呢 跟哪呢 然后用哪个指的 是不是 都是要 慢慢来 你们要养成这种 不是那种很间断 比如说 我弹一下六弦 然后三弦 你隔了两分钟 你才给我倒开 那会行 六三 一 六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你要弹出 它的连贯性 连贯性指的是什么 不是你弹的有多快 而是你弹的非常稳 而且中间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断开了 知道吗 这就叫连贯性 叫延续性 六 六 三 三 二 三 一 三 一 三 三 三 二 三 这种也是四个音 四个音 六 三 一二 三 一二 是同时弹的 双音 记住 一二是双音 弹的时候 中指 无名指 同时往上弹 一二 听到没有 六 三 一二 三 一二 看看吧 注意啊 你这两个练习千万千万不能把指头的顺序搞错 你指头的顺序搞错 那白链 六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六弦 一 大目指 三弦 十指 二弦 中指 三弦 十指 一弦 无名指 然后 三弦 十指 二弦 中指 三弦 十指 六 三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不能随便去拨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在人弹的时候 我就把手贴到这个顶上了 这是错的 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跟前弦 还有你的大目指啊 大目指你弹完之后 你可以放在下面这个 这个弦上吗 对不对 放在下面这个弦 是不是啊 养上一种习惯 你马上挑 挑 你就挑 调之后就成习惯 他自然会回去 对不对 也不用放到上面 调价放到上面 调价放到上面 那是错的 你调 调的不用 你只有往下拨的大目指 可以往下放 比如说你弹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五三 二三 一三 二三 是不是啊 也是你弹上之后 就往下 五三 二三 一三 二三 五三 二三 一三 三 你弹五弦放到四弦上 他两个人 他弹 放到四弦上 对不对 你弹六弦放到五弦上 对不对 六三 二三 一 三 二 三 然后 今天就是这两个练习啊 这两个练习 下来之后 一定要去练啊 一定要去练 十五分钟 每天抽出自己的时间 十五分钟 八十五分钟时间 练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八十五分钟练啊 一定要去练 再重复一遍 一定要练 这是一个肌肉记忆啊 你肌肉练熟之后 你才能跟艺术结合嘛 对不对 你练熟了之后 你才能跟艺术结合 音乐是什么 音乐就是一个 啊 艺术跟肌肉 相结合的一个东西 你说你音乐 我 你说不可能 我有关于音乐的东西 你要说 你肌肉相结合 怎么可能 那你弹琴是不是 你弹极端是不是 你弹钢琴 是不是你手指的肌肉 你弹钢琴的时候 你是不是脑子 肌肉 也是不是需要记忆了 对不对 然后你唱歌 你说你学声乐 你学声乐了 你是不是要 口腔内部的肌肉 口腔外部的肌肉 你校肌是不是要抬 对不对 你的大腹 你的小腹 你的腰腹 这些是不是都要用肌肉 然后你的烟枪的力量 这些是不是都需要用了 那内造 人内在肌肉 你干啥 你弹琴 你弹琴 琴霸不是也是 你弹小琴 小琴霸 双手 两个手 胳膊 然后手机 全部的肌肉 都要结合到一块 是不是 都需要肌肉 所以说 练很重要 主要是看 你下不下功夫 他没有什么说难 与不难的东西 事实上无难事 只要肯定他 你要去 花时间去练 说多无意 不停去练 我当时学习他的时候 真的就是上完课 就去练 就不停的练 所以养成了一个肌肉 记忆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吧 下节课 我们再讲一些新的知识 下一课 没有琴的同学 一定要拿一把琴 上课我讲的时候 你自己也在那抠着 不要光 瞪着眼看 没有用 瞪着眼看 是没有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些东西 你们下去之后 自己内化 知道吗 自己去内化 不懂呢 可以随时去问 不懂随时去问 有吉他 那个学习交流程 可以在那里面 那里面问 我会及时解答 知道吗 还有买琴 琴的推荐 你们说 买600到1200块 人民币之间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这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 vitamin 就 还 你说 听 不 听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